台11线经过三仙台的路旁 有一座格局方正的清水模建筑 外观简约低调 这是一间专门提供海鲜盒菜的餐厅 常见的餐厅名菜在这里就有不一样的变化 从摆盘到烹调都能看出主厨的创意巧思 而且因应现代人养生的健康取向 在口味上也偏向清爽 这次就先入口 可以先吃它的原味 先吃原味 然后我们再来沾酱 那口味比较重一点 嗯 鱼啊 本身非常的鲜 那这是鮪鱼嘛 对 它鲜嫩而且很新鲜 可是裹上这个黑胡椒 适中黑胡椒 它有一种就是温柔碰上那个韵汗 对一种感觉 不一样的口感 可是樱花虾我们去那种喜宴场合啊 也会吃得到 那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米糕然后搭配我们樱花虾吃起来 樱花虾酥很酥 酥酥的然后搭配我们米糕 又很香的话 那样口感搭配起来 是满满搭配的 一般你说流水鞋 它都会有樱花虾米糕 但是我们这边的米糕 跟一般流水鞋不一样 首先呢我觉得 你们下子很多 对 对一般的就是 嗯就是混合在里面 对 然后呢再来是说你们的米 比较长 但是长或米的话 它会就是至少没有那么的湿 它会稍微干一点 然后Q度是长若米 应该比较Q 对 因为是就地其材的鱼类 鱼活量 当然就是 你要看用什么鱼 去做怎样的料理 所以师傅这边都会做不一样的料理 所以如果想吃的人呢 当然来这边会比较OK一点啊 好啊好啊 那下次我要偷偷带男朋友过来这边 你们不要讲 好啊 可以可以 说到海鲜和菜 虽然有许多餐厅可以选择 但如果想要安静的享受美食 远离人生鼎沸的氛围 这里的料理和环境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东台新闻沉浸熊时荣与陈公正采访报道